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气象举步维艰之时 是他迎难而上 以科学救国为己任 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学成归国满腔热血 是他认为科学非有适当环境 不能发达 对中国地理学体制化建设 和地学科教事业 费心费力竭尽所能 本期天才简史节目 带你走进中国科学院院室 竹可珍来了解一下 他84年的 争容岁月与辉煌成就 1890年3月7日 竹可珍出生于浙江绍兴 自同年起 在学习方面 他就表现得比寻常孩子 更加聪颖好学 勤奋出色 对于书里的世界 他憧憬 向往 认为那才是一个 泱泱大国该有的姿态 而不像是现在一样 被略地倾城 任人宰割 对于万千学者 他钦佩仰慕于 陆游和王阳明的学识思想 踢学着 未来的自己 可以像他们一样 以国为国 以天下为天下 用自己的学识 来改变 祖国屈辱破败的现状 1909年 竹可珍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唐山路 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 聪慧过人的他 在学习上 引以律迹 奋发向上 努力保持着 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 一切的付出与汗水 终将赢得硕博 他的拼搏与优秀 为自己在一年后 迎来了学校第二期 留美更款工匪生的资格 多年出国留学的梦想 终于正式扬帆起航 本想着中国是农业大国 以农为本 赴美后 他一开始便选择了 进入伊利诺伊大学 农学院学习 但未曾料到的是 美国并不重视农学 其体制 也与国内大相径庭 于是他毕业后 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 研读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学 1918年 竹可珍顺利取得 哈佛大学 气象学博士学位后 一人放弃在美国的 一切成就与光环 童年秋 便一腔热血地 赶回了阔别八年的祖国 开始着手于 国内气象学的发展问题 回国后 他先后分别进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讲授气象学与地理学 其独处一致的教学风格 深受学生喜爱 教学成效也日渐显著 一时间在教育界 这首课者 1921年 东南大学宣告成立 竹可珍借这一契机 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地学系 并担任了该系系主任 在此期间 他以身作则 无论银含酷暑 都和学生一起准时观测 认真记载 并常常带领学生 去野外实习 采集标本 他对于科学严谨的态度 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学生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学者 竹可珍执教的那段时期 恰逢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 国内满目苍疑 混乱不堪 仅有的两座气象侧后所 还均由外国人控制着 日本人也虎视眈眈 一直在仔细研究 中国的气象和地理 一想到美国都有200座侧后所了 自己国家的气象 却还如困兽一般任人宰割 竹可珍就痛心疾首 他说 复制气象图 乃一国政府之事 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 一大可耻也 也正是从那时起 他立志一定要将 祖国的气象研究 早日提上正轨 努力发展出 自己国家的气象学 于是 1928年 他应蔡元培院长之聘 在南京北极阁 筹建气象研究所 并担任所长 自此至1936年 八年的时光 他将所有的经历和热情 都倾注在气象台的建设 与发展事业上 竭尽所能地 推动全国气象台站建设 努力培养 气象人才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与自强不息 才得以开始有了 全国范围内的自主天气预报 中国气象学 才有了新的曙光 新的前景 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近代 气象学之父 朱可真一生 另一个耀眼的身份 便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长 使他给了浙江大学 涅槃重生的机会 使他赋予了浙江大学 全新的精神风气 使他让浙江大学 得以称为东方剑桥 有人这样评价 朱可真和浙江大学的关系 世界有你没你 依然如故 但浙大有了你 毕竟不同了 戏剧化的是 1936年2月 在蒋介石首次提出 让朱可真去担任 浙江大学的校长之时 他是拒绝的 理由是 他疲于周旋载 繁杂虚伪的应酬 和不计其数的行政工作之中 但后来因为亲友的劝解 他终究还是想着 为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 尽一份自己的民不吃力 而硬撑了下来 自此 浙江大学迎来了 建校史上最为重要的人 开启了新的拼掌 同年4月7日 朱可真正式到浙江大学上任 当时的浙江大学 就像是风雨中摇摇欲坠的 微楼一般 师资力量极度稀缺 教学环境破烂不堪 甚至连基本的学习资源 都寥寥无几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 他深知自己筋浮重担 只能从零开始 逐步解决 于是 复任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亲自寻求 全国各地优秀的教师学者 来这大执教 他说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一个大学的优劣 诠释教授人选为转移 与此同时 他也不断地 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和研究成果 努力扩展这大的国际影响力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浙江大学 再度陷入危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主可真是科学救国和科教新国的新型者 是我国科研工作者前行的旗帜 他秉承着求是精神 一生严谨忠密 只问是非 不计厉害 为国家奉献了所有学识与新学 也正是因为他的付出与追求 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 才得以有今天的繁荣景象 而直至今时 他的科研精神 也依旧影响着中国 影响着世界 好了 本期《天才简史》 关于主可真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事实上 在任职浙大校长的13年里 他曾请辞近44 对这段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天才简史》 回复 《浙大》 就可获取详细信息 本期结束 咱们下周二 不见 不散 他的名字 被印在初中物理课本之上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刚接触物理的人 他曾经的一句豪言壮语 曾轰动世界几百年之久 至今 时常被人们提起 有关他的故事 既有对生活的不羁与搞笑 又有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 咱们下周二 继续相约《天才简史》节目 讲述他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